台北一岁节即将登场 上一届的永珍一岁得奖作品 《每位行男》今年受邀再度演出 导演同时也是编剧的梁允锐 他除了要饰演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 他还要挑战剧场里面同时 做菜 唱歌和演戏 透过每一道家常菜 带观众看见儿子和母亲之间 说不出口的情感与秘密 你别说这 你就是妈妈过以为你头发点点 在我们需要你的时空你在哪里 现在你回来你想离不下东西 你只能你是四人放弃你的家庭 现在还记住希望别人原谅你 一个人饰演舞台上的全部角色 同时也是编剧和导演 这是梁允锐独敲大梁的音乐剧《每位行男》 2012年荣获永珍一岁奖 之后还受邀到上海澳门等地宣演 还蛮困难的 就是会感觉有点精神分裂这样 之前当演员我只要拿着剧本 然后就边走然后边讲话就可以了 可是当我变成是导演要操控自己的时候 我必须要常常走一走 然后就停下来就记笔记 然后才知道等一下要走去哪里 所以可能一整天 我几乎都会自己坐在排电场里面 上个月狗仔拍到你跟男性友人上 Matteo游泳池盘两人搂搂抱抱成了头条 《每位行男》故事描述当红的行男主厨 因为绯闻的影响主持的电视节目收视率一路下滑 制作人要紧急更换节目内容 他在主持一个西餐节目 然后但是因为是 在当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节目 最近是收视率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他们的制作人就想说 好 我们要换一个方式就是让你主持中餐 可是他明明就是一个主持西餐的人 要去主持中餐 然后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才发现原来他妈妈之前是一个中餐厨师 然后就在他很烦恼的时候 他妈就借由一个师谱 他妈妈的师谱 然后附身在他小孩身上 对 然后故事就从这个之后开始 好了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民国68年 中华民国最佳名厨大赏 是我啦 民国73年 英国皇家 一国一厨料理金牌奖一次 每位行男节奏明快地切换各个角色 从制作人 行男主厨 到口操台湾国语的母亲 梁允睿挑战现场演戏 做菜 唱歌 深情唱出与母亲从最亲近的人 走向最陌生的两个人 那是我国外人 为你歌唱这首歌 希望你爱自己 吹起烈了 才爱你去 刚好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那时候是冬天 然后我就把我妈做了一道料理 很好 就我很喜欢吃的料理 叫麻油鸡饭 我就把它放到电锅里面去 然后就在编写剧本的时候 然后那个蒸汽上来之后 整个房子里面都是那个 麻油鸡饭的香味 然后我就开始想到 家里面的画面 然后我就突然想 那如果我做一出戏 它是有味道的 然后它有食物的味道 会不会让观众 可以有另外的想象 这处融合视觉听觉 嗅觉的舞台剧 从男主角翻开母亲食谱开始 一道道的家常菜中 描述母子之间 说不出口的秘密 带观众慢慢解开母子心结